滚开放小子,不要当神仙 不要,我要当神仙 你还想不想当神仙啊? 不要了,我好好当我的平民 哈哈,我正恋那个家伙 当神仙去了 可恶的臭梅子 但学着自己有手枪 强迫我选平民 祝你当神仙啊,天天打没 哇塞,这里就是天庭啊 好漂亮 看看我当了啥神仙 我去,是少把星 什么,攻死你 从意外平民中争取到少把星的神仙职位 游天庭里里外外都是你打扫 每天早上4点到5点起来倒垃圾 6点到8点做早饭 8点到12点清理个神仙的房子 12点到18点在扫地 18点到24点唱歌跳舞 24小时之后可能有4个小时睡觉 我 什么神仙职业,来干农活 早知才不干,走了 啊好疼,放开我 呵呵呵,再也不敢了 呵呵,我听到小梅子的残叫声了 好呀,我没选神仙 起码我还自由自在 想睡觉就睡觉 想干活就干活 可恶啊,都让笨小梗给撞到了 不行,好歹我现在是个超把星 算个神仙 我怎么让笨小梗那么小僵 走了,我把天庭的马桶给捅破 再笨小梗撒瘦一下神仙的便便 哈哈 哼,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真舒服呀 无忧无虑的 咦,怎么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这天空飘的是什么呀 橙色的,好熟呀 我去,是分辨水 哈哈笨小梗 我让你当平民 当个那么无忧无虑 让你试试神仙的分辨水 可恶啊 得赶紧搭个这阳台,抵御分辨水 众手中之,分辨水可是又臭又毒 神仙的也不例外 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神仙分辨水有毒的 难道姐姐试过 嗯,这个嘛,忘了 哈哈,那就是有了 一成再铺一成 这阳台铺得越大 我的生存空间就越足 哇,这分辨水真是如环河之水 滔滔不绝 快跑,快跑 哟,这下也明白 一切千里之词的恒意了 可怕,真可怕 我去,这样个没研磨大半小梗 不过啊,这么小个空间 迟早闷死 可恶啊,臭名字 当了神仙还这么坏 以为这样就能挫败我吗 不可能 我小梗可是极限大神 建筑小达人 这么大的空间 足够我建一个漂亮和温馨的家园 先用屏风隔离一下分水 不要溜进来 又爽又冲 我突然发现用屏风隔离后 分水也好看了 咦,姐姐你好恶心啊 现在都抽味箱头 这地面太难看了 乌云抹齐了 毫无精神 得布上散散发绿的孔雀石 这下看起来像个大草原 空气清新 生机勃勃 似乎没有感觉 处得分水之中 地板搞好 现在就来专修墙面 这一面我打算用白羊木狼 白羊木狼是我在生存 最喜欢的木围狼 条纹清晰可见 每一个都像一间小房子 啄起来呢 就有好多好多家园 这样就显得我不太孤独啦 嗯,这一面就放石柱子 琳琅满目的石柱子 显得生存高贵 像是进入了一个分水博物馆 啊呸,进入了沙漠遗迹 我就是那个最大的宝贝 姐姐我还是觉得分水好爱呀 也对哦 这分水看起来总是很奇怪 那我就用熔炉给遮挡吧 毕竟到时候还可以煮食物 说不定这食物香喷喷的味道 就能掩盖分水的错味呢 啊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 分水家园也开始有模有样了 他喵的,这样就让半小狗搞得有脂肉味 这可不行,梅子魔法变 啊,我却什么鬼,停电了吗 哈哈,半小狗 我送你个礼物 黑暗魔法球,喜欢吗 他喵的,臭梅子 你,你,气死我了 不过问题不大 我手上还有台灯 直接负责一层又一层 顺便把粪水也给掩盖 真是机智如我 登登,不愧是我 极限生存的小天才 在粪水中 你能把家园修剪得这么好看 现在呢 再来把房间分一下 最里面当然是小卧室 小棉床放上 再围上一层 装上大门 这样就是一间耿耿小闺房 偷偷告诉你们哦 女生的房间不能乱进哦 在左边放上桌子和真皮沙发 周围施展 到时候邀请小伙伴过来 一起来吃饭哦 别了别了姐姐 我好不想在粪水中吃饭 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区域 就安排一下娱乐项目 传说中的致命打击 没有小机代替 只能用木棒 一根一根整整齐齐放好 啦啦 这下有闺房 有厨房 有娱乐区 在凤水生活 也不是问题嘛 小伙伴们 我耿耿诚心诚意 邀请你们来参观哦 来吧啦 哈哈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